建议投资规划免费公募 加大殡葬业立法研究 尽快出台殡葬法 规范行业乱象 创新安葬新方式 为离世民众提供免费墓地和骨灰盒 严查行业不正之风 确保服务明码标价 在全国范围内 对殡葬系列用品和服务的成本价格进行重新核定 执行明码标价 并加大对实际售价的检查和监督力度 严格处理殡葬用品和服务价格虚高 大家都表扬这个代表 说提得好 代表里的正常人太难得了 这都是评论啊 这真是能够想到实际问题的代表 这个真正的说到每个中国人心里的话 这个必须支持 但是我想起了个什么问题来呢 就是 能不能把每个代表提的意义 要我们知道 然后这个代表的议案 没通过卡壳卡在哪里了 支持的人是什么理由 这里有多少人支持 他都什么理由 反对的人是谁 他是什么理由 这个也不难吧 这个没必要暗箱操作吧 大家都可以在这里起智起蒙嘛 都可以变得聪明嘛 这个有人所反对 说为什么不能建这些东西 不能建免费的公墓 免费的骨灰盒 原来是什么什么原因 你可以公示出来嘛 反对者是谁 反对的理由是什么 谁阻止公示 这都是都是问题 人大是我们全国最高的立法者了 谁阻止